Hello 大家好 這一集開箱的DAVA TAPS這一季 我很期待的單品之一 這個 WS7外套 最近是由經典的M65外套改良而來的 有到兩色都有到 開箱給大家看 因為這真的很重 真的很讚 一樣外面是標配的這個 透明防身套 配上衣甲 外套類都一定有 那還是老樣子 如果你沒收到 先不要緊張 先問問看是 日本那邊 他們遺失了還是怎麼樣 因為 我之前也有說過店家是 會把他拿掉的 然後連這個 底下的吊牌都是 就有些店家會把他 就是他賣掉之後會當做他作帳 就把這個拿走了 所以 這大概只是小圈島 然後 然後 一樣有這個經典的 雙標設計 然後 這支口袋比較不一樣 改成單口袋 因為以往都是 四個 那 單口袋 然後改成這邊就是拉的 為什麼呢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然後 材質是 是純棉材質 然後是斜紋布的 然後這一件的話 它棒樹做得很挺 穿起來真的很棒 然後再來 它的防風性也很好 然後 這一件是橄欖綠的 實色拍給大家看 就是差不多是影片的 影片的顏色 然後 細節帶一下 這邊也有這個 它們經典的這個 GPS的字樣 是電鏽的 然後這邊是兇弦的拉鍊 然後底下 這邊也有兩個口袋 然後再來 來 經典的 Logo標 喔 蠻好久 手超穿 好 呃 帶到裡面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它這邊有做 呃 一個單口 應該是細節的設計 因為其實實際的功用 我是目前在這歪套找不到 然後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這邊 欸 好 等一下再講 拉鍊蠻好拉的 然後它的拉鍊 是做這種 有點復古嗎 軍事風格的這種 拉鍊的設計 好 打開就看到 哇 裡面是 輕羽絨的設計 像這一季蠻多 牌子都直接把 輕羽絨設計在裡面 增加它的包暖機能 好 雖然台灣現在不太冷 但是比較高尾度國家 像日本 它們就 很有這方面的需求 然後但是因為 因為輕羽絨的關係 它裡面就沒有辦法 有這種內袋的設計 所以它設計 兇 就設計在這邊 可以在兇前 好 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 我們哪邊要掩護 這個參考 幫我一下 塞給哪邊 如果沒有想看 這邊可以快轉一下 OK 好 這是軍綠色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再來介紹一下 另外一個色 是黑色 就是我身上這一色 然後我是穿 一件尺寸的 因為真的很薄 現在都感覺很熱 好 呃 它這個胸袋 是我剛剛沒有想講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有內袋胸袋設計 然後我滿在意它的大小的 像這個袋子 呃 胸袋的話 你放手機進去 然後因為它本身的袋子 是比較隱匿性的 所以根本沒有感覺 有裝東西 然後要的時候直接拿 就很方便 然後 再來的話是手袖的部分 這邊有做鬆緊 抱歉 這一側是鬆緊的 外側是鬆緊 然後那一側是用魔鬼單做調整的 然後你可以調到你要的鬆緊度 然後再來的話是 帽子 這一款是有設計帽子的 然後 帽子是不能拆的 然後 因為材質的關係 我覺得滿挺的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再來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那個 防風設計在這個林口這裡 就是你拉起來之後 然後因為 原本這邊這邊有一個那個拉 呃 這個叫做魔鬼單 它原本是收在這一側的 然後 呃 你扣起來之後如果要再保暖一點 你可以再拉過來 然後 跟另外一側 黏在一起 就保暖性能更好 然後帽子一樣是有這個抽繩的 好 另外一個有抽繩的部位在底部這邊 底部 那一樣抽繩綁起來 然後比較不一樣是 但是它這個 呃 左側這邊這個 它設計在這個裡面 這邊是設計在右邊 那就不會影響你 扣起來之後 你的 假設你這邊左邊的線是從這裡出的 你就沒有辦法好好的 綁住嘛 你看這樣就剛好 這是一個比較 呃 有小小事的地方 好 大概這樣 跟大家說一下 好 那這就是這一集影片的內容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